主席请我们张部长还有国库署林署长 以及啊有到中国去收购啊这个银行或房舍的 我们的官公股的银行代表 好那请张部长还有那个林署长 还有十八大韩库的董事长 好请 林委员好 部长好 大家好 那个 我为什么要质询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我们有很多的银行啊都 计划或都已经在执行 就是到中国去收购一些 尤其是有些二三线的村镇的银行 跟房舍 但这里面有一些是比较经营不善 这当然就会有一些风险啊 那我们并不是说 反对这个政策但执行一定要做好风险的管理机制 不然的话这个对台湾还是一个金融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当然金管会也必须应该要介入 所以我想说 先就 我刚会问说 我们的公股银行里面有在进行或规划的 有没有 有很多 那为什么都没有人上台 有啊 中小器人要设村镇银行啦 然后那个 那是不是请代表上台我要问他一下 那赵峰 赵峰也正在要收购一家 然后另外台爷爷在上台设分行都有啊 就是说八大航库 如果有到那个 那个对岸去有收购的航库请上来 或者是他们二三线的一些村镇银行 还有那个二层三层的村镇银行 有没有收购 或是租的 租的有没有 委员 那租的呢 成租的要不要 租的是不是 还是收购而已 当然他们有些产权的问题在中国因为蛮特别的啦 好 那就这样子 好 我先来问国库署署长 我们公股银行是大股东嘛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一个核定的一个标准 报告委员 因为各家行库呢 他们在经营上面呢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评估 那当然我会评估到 如果说到这个大陆去购买一些相关的这个 可能是城乡三线城市的一些银行的话 他会有做一些相关的评估 那我们会审着他的这个整个评估的状况 我是问你有没有一个标准 来审核啊 请部长来回答 我看你的署长不太了解我在问什么 有没有一个针对 因为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多嘛 所以也涉及到到底财政部国库署 针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一个审查的标准 如果有的话请拿出来告诉我嘛 没有的话我希望说能够 限期啊 把它定出来 我们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 SOP 标准作业流程是涉及到那个程序啦 我实在说实质上 我先问部长 这样子的一个由公股银行到中国投资的相关的这些 包括收购银行啦 或者是说一些涉及到的这些房 设等等喔 算不算重大投资啊 是重大投资 那重大投资 有没有需要由国库署 重大投资就要报财政部核准啦 好那现在就除了 被动嘛 你刚刚属长讲 他们送上来你们会很仔细评估 那有没有一套你们已经有的审核标准 我指的不是SOP喔 不是标准作业流程 流程那是一个 就是没有涉及到到底有多少 或是这个收购的银行的资本额啊等等 我请在座的三位是不是回答一下 你们目前啊 有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了 报告委员 赵峰目前没有收购不动产的这个计划 那至于有没有并购呢 因为两年来一直在接触一直在谈 所以还没有也没有谈定案 那第二个问题 财政部对公股银行并购 无论国内或国外 有一套标准的作业程序 这程序里面涵盖一些损合的标准 所以是有了 你已经送案过了吗 还是在你们自己银行的城市在进行接触 自己银行一直在评估一直在接触这样接洽而已 还没有送案到我们财政部来经过核定 或是你认为这也不需要额定 这个到最后是要的 如果有合适的对象 好那我再接下来请另外 我们两位银行的代表 报告委员 我们不是投资什么银行 我们去那边是设 设村镇银行 是自己去设村镇银行 所以那不是叫投资 所以没有什么意见 你们去设村镇银行用什么名义 能够在那边设所谓什么样的村镇银行 而不是经过 就是收购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产权的转移 他这三年来中国大陆 他有一个就是村镇银行的一个设立的新的规定 就是他符合条件的话 就可以去申请 你们已经申请或已经设立了吗 还没有 因为那个是在胡茂协议里面的条文 还在就是评估跟准备 还有接触 当中还没有定案就对了 那已经有对象了 就锁定一些 我们自己去不是找对象 我们是找地方 是我们为主体的 我们自己银行为主体 那再请第三位 我们的董事长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还是 目前还要收集资料 跟在准备当中 那我们到大陆也是用 村镇银行也是用主行的概念 分行的概念 主行的概念 等于是主公司的概念 不是说我们去并过人家 没有 目前也是在 对方两岸 我们两边在做征型的这种动作 好 那再请部长回答 请你把那个标准作业程序给我一份 是 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已经目前 有就是你意思是等于零就对了 目前还是零 但是我要问就是说 这个私营银行方面 就是有关于收购中国村镇银行或房舍 你们有什么政策 私人银行 私人的对 那个不是我们管的 我们只管八家公股银行 我知道 但是财政部 一个案跟金管会也有关 我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是总量 你们有考虑在评估有一个总量的管制 当然个案审核是一回事 这个还是会涉及到我们的金融资讯 管理的机制 来请几位董事长先回座 谢谢 来部长 董事长请回 我们署长也可以先回 现在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看这个 好像遇到了一些瓶颈 包括法案还没送到我们立法院来 那江院长也非常急 说现月中要端出自经区的特别法 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是这里没有涉及到跟财政部有关的 就是说包括多项的税务优惠 到底是只在实体区来试用 有没有延伸到这个虚拟区 目前好像是多案并程 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然后相对的意见是什么 其实自由经济示范区 因为是先事先行 是四点 所以当初在用实体区的时候 我们提这样的租税优惠 所以我们认为初步 还是先在实体区优惠 比较恰当 因为它后来会扩充到前店后厂 变成有虚拟区 那虚拟区 那个东西 而且产业又不断的扩大 包括金融业也在内 那这样的话 是目标何在 用什么样的租税优惠 达到什么样的效益 那另外的方案是哪个部会的主张 比较开放的 还是我们管主委 应该是 我想应该金建会是希望两岸并程 那院长这么急 在病程在讨论的时候 你会坚持你的方案吗 我们看看他们的构想是什么 真正的效益在哪里 因为虚拟区 事实上我们配合的就是海关 用虚拟海关来控管 那如果说虚拟区 如果扩张到无限 那国内的企业也可以进入实体区 又受前练后长 那个就会 那个冲击的应用 对 那就会变相 但是万一如果通过 你们财政部能够应应吗 对你们来讲 我们会把这个利弊成名 万一通过的就是虚拟区的 我看起来 马政府啊 江院长啊 包括管主委 非常急啊 现在是觉得 有一点就是说 有一点就是好像为开放而开放 那你的考量显然只是在过程里面 是一个少数派嘛 是不是 事实上这些过去都充分讨论啦 说要限区域 要限期间 然后呢 限新的企业 新的人才 新的技术 是全新的 就台湾没有的 所以这种租税优惠 不会有什么税收损失的 因为是新的嘛 没有 他也没有这个企业 是这样的概念来的 对啦 但是现在就概念法 我们也还没看到 然后说月中要送出来 然后不会意见不依 还在那边多案并程 然后我是觉得说 就是说 都是一个 画大饼 也没有任何的具体 的推进嘛 所以才会急嘛 而且急之后就有一点就是 筹码啦 或各种的配套都没有办法 处理得很好 这里面也涉及到 对上海 自贸区啊 是 相对来讲的竞争压力嘛 他们那边看起来是走这个 人民币要国际化 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冲击 我们我们那个所谓的这个 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啊 的影响是什么 你快简要回答一下 我没有 还没有抓住委员的真正问题的核心 抱歉 你说上海自贸区 他人民币 他最主要是法规 我想台湾是主要法规松绑嘛 是 是 适用的范围嘛 是 但上海自贸区是在推展 人民币的国际化 现在目前很重要的政策目标 这对台湾的冲击啊 就人民币的国际化 台湾的机会跟威胁啦 是 这个跟我们的资金巨大也会有关啊 嗯 就说人民币应该会成为国际上的货币啦 那我们就要注意就说看看说是人民币要是不是要作为投资的标的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银行都在评估啦 中央银行也在评估就当作我们的是不是当作我们的储备货币或者说他的持有外币的一个 我说财政部的你自己的立场啦 我当然知道各银行跟银行跟其他单位嘛 嗯 对于台湾去发展这个离岸的这个 这一个啊 中心的条件啦 你认为现在具备还是应该谨慎一点 我认为谨慎是比较好 好谢谢 谢谢 谢谢